这个男人的大脑开发到了100% 周围的事物瞬间清晰了起来 如同盲人重获势力一样 面对房东太太喋喋不休地催交房租 她却敏锐地撇到她包里的法律学著作 那还是12年前男人上大学是匆匆读过的 这样久远的记忆 男人瞬间却能一点不差地回忆起来 甚至连书中的内容都了如指掌 为了让房东太太继续给自己宽限租金 此刻高情伤的她 向久居孤独的太太发出贴心的问候 房东太太对租客的回答感到吃惊 而男人继续滔滔不绝地向他 讲解书中有趣的故事与见闻 房东太太对这个之前还一脸颓废的租客 现在充满了尊敬 两人回到房间仅用45分钟就投了篇SC 剩下的时间就去下国际象棋了 在一天前男人还是一个落魄作家 艾迪不光生活失忆 几个月也没灵感编不出一个字 多年在一起的女友 更是向她果断提出了分手 每日为米不振一直消沉 只能借酒消愁 甚至还偷使马飞尝试自杀 这样的造型走在路上 与流浪汉也几乎没什么区别 直到她遇上了自己以前的小舅子 两人多年没见 一同前往酒吧去酗酒 艾迪的小舅子是一家药企的代理商 一着光鲜亮丽 生活也可以说是锦衣玉石 出入高端场所 看着以前的姐夫如此落魄 抱着一丝旧情 小舅子敲咪咪地从兜里掏出一粒药片 递给了艾迪 告诉她这种药是公司最新研制的 如果正常人的大脑只能运用20%的话 那它足以让普通人的大脑开发到100% 而这一粒的售价就高达800美元 堪比白粉生意 艾迪听完这番话 并不是很相信这个药能有如此功效 可转念一想 自己的人生已经如此一团糟了 还有比现在更悲哀的吗 艾迪也是毫不犹豫地吞下了药片 药效很快就作用了她的大脑 让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清醒感 一切事物在自己身边仿佛都被放大了一样 原本还像是BBC滤镜下的世界 瞬间就阳光了起来 艾迪的反应也像上了高速公路 不仅靠着巧舌如簧的话术 和过目不忘的记忆睡了房东太太 而且文丝全有 之前一直脱更的小说 现在大脑中冒出一个个绝妙的情节 被艾迪敲进电脑里 第二天就带着整篇小说去给出版社交稿 女老板起初还不相信割了这么久的艾迪 能写出什么好小说 可等艾迪刚刚回到家 就收到了女老板发过来的电话留言 艾迪也是兴奋不已 自己的人生似乎就要开始发生转变 新一代大文豪就要诞生 可刚拿起手中的电话 又慢慢放了下来 因为她知道自己一天前的清醒感已经荡然无存 自己又重新变成了普通人 当务之急是尽快去找小舅子再拿点药 可一进门就看到对方满脸伤痕 似乎早就知道艾迪会登门拜访一样 小舅子也直说 那药并没有经过药监局的检测 是她私自从实验室中偷拿出来的 如果想要更多 就得听她的话 首先下楼帮她带份早餐上来 求要心切的艾迪也顾不了面子 转头就去帮她带了一份 可等她再次推门而入的时候 房间里一片狼藉 好似被人翻过一样 而她的小舅子却被人在头上开了个洞 这下可把艾迪吓坏了 连忙打了911 在等待警察到来的过程中 艾迪情绪逐渐冷静了下来 开始思考凶手的意图 这一定与那个药片有关 随即就戴上手套 开始满屋子乱找 最后在烤箱的夹层中 找到了一点美金 和足足一大袋的小药片 来到警察局 艾迪也并未向警方透露小舅子的真实身份 警察很快就将她放了 拥有满满一包的药片 艾迪的人生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仅换了一套新造型 四天就写完了她的新书 而且大脑的极致开发 让艾迪拥有了无限的学习能力 三天内就学会了钢琴 扑克如同数学那样简单 随便听几句外语 就能去夜店去搭讪外国妹子 医学还是政治 不管是什么样的话题 都能运用自如 周围的人无不对她投来崇敬的目光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艾迪开始投身到股市 几句话就从高利贷手里 借来了十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而且在过怒不忘的能力下 股市的走向 跳动的数字 都在她的大脑中有序的排列组合 仅仅过去了两周 就赚取了二百多万美元 这样的商业成绩 不仅收到了四家大公司的offer 连金融大佬卡尔都将亲自接待她 之前离自己而去的前女友 都在艾迪的追求下 回心转意 两人重归于好 到了与金融大佬谈生意的那天 靠着药物的作用 艾迪对于股市和市局的独到剖析 很快就赢得了卡尔的赏识 仅从他递过来的几份公司被调 就判断出卡尔想要并购整个能源市场 但是垄断之路上 还有加汉克公司作为绊脚石 卡尔对于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本领 深感震惊 给了他一次面试这个项目的机会 而艾迪只要这次能够成功完成这次并购项目 必将走上又一个人生巅峰 但随着药物的不断服用 副作用也开始显现 艾迪的意识偶尔会发生跳跃 失去一段时间的记忆 不知怎么地就学着电视里的李小龙和泰森 在地铁口里与小混混们斗殴 直到药效过去了 艾迪整个人又回归了loser的样貌 他已经清楚药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打算在不吃药物的情况下 分析这份公司文件 可这看起来简直就是天书 随后在卡尔的面试上 自己的注意力也不断被电视机中报道的 明模命案给吸引走 因为那晚就是他与这个女人共度凉宵 而他整个人好似被掏空 一连好几个问题 艾迪都答不上来 最后更是吐在了酒店门口 为了搞清楚这个药的具体情况 艾迪顺着小舅子留下的客户账本 一个个打电话过去询问 不出意料 这些服用过药片的人 不是暴毙身亡 就是重病缠身 就和现在的艾迪一样 正当他拨通最后一个电话时 铃声居然在他身后响起 这个男人几周以来都一直跟踪艾迪 这下子竟直接暴露了 索性就不装了 追了他整整一条街 直到艾迪上了辆出租车才侥幸脱险 之后在餐厅与前妻约谈才知道 原来他曾经也服用过这个药片 虽然一开始都是焕然一新 可一旦停药 身体就会迅速虚弱 需要一直服用 才能保证自己不会衰竭而死 可正当艾迪想要服用身上紧剩的一片时 那个放高利贷突然过来讨债 将艾迪打倒在地 看到他手里掉落的药片 还以为是什么好货 想也没想的就一口吞了 逼着艾迪去银行取了现金还债 事到如今 极度虚弱的艾迪再也没有办法 只好爬到了女朋友的办公室 向他全盘拖出所有真相 希望他能去公寓取出那袋药片 虽然女朋友对艾迪的话半信半疑 可见到男友状态如此之差 只好直身前往 可在回公司的路上 女朋友发现有人正在跟踪自己 不出所料 那人正是先前一直跟着艾迪的神秘人 女朋友下车慌忙逃窜 神秘人穷追不舍 向路上两个壮汉求救 神秘人也未曾惧怕 掏出匕首就结果了两人 这下女朋友更加慌了 躲在假山后面 向艾迪求救 如此困境也别无他法 艾迪让女友吐下一颗药片 就能逃出生天 恐慌的女友只好听从男友的建议 随着要效的发作 女友的感官逐渐灵动了起来 她望向周围的事物 想到了逃脱的方法 她一路狂奔到溜冰场上 抱起了一个小女孩 用她脚底的冰刀划伤了男人的脸 才终于逃脱 艾迪也顺利扶下来药片重获新生 可一个麻烦刚解决 另一个麻烦就又找上门来 尝到甜头的放高利待人 威胁着艾迪给她药片 碍于武力之不够 只好给了她几片打发走 有了之前的教训 艾迪重新装配了两个保镖 并搬进了犹如堡垒的公寓楼 为了源源不断获得药片 艾迪花重金让一个实验室复制这个药片 有着药物的加持 艾迪顺利地成为能源公司合并的中间人 帮卡尔搞定了汉克公司这个最大的阻碍 卡尔也深知艾迪这样的人才 不可能会久居于人下 他日必将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希望他能好好考虑给自己工作 以后不会亏待他的 艾迪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他此刻深陷名模的谋杀案中 为了脱罪 他聘请了道上最黑心的律师为自己打官司 第二天就被保释放了 随后的日子里 艾迪不断被放高利贷的人骚扰 如果不继续提供药片 他有官司的事告诉给他老板 艾迪知道自己不能一直被这个人赖着 需要想的方法一劳永逸 终于到了签署合并协议的那一天 但是汉克公司的创始人却因病未能出席 正当护送对方的妻子上车时 发现那个神秘人竟是汉克公司底下的人 这下艾迪终于明白 原来这些大人物与自己一样都在服用药物 只可惜他们断工了 自己还有着源源不断的支持 靠着律师找来一票与自己身形相似的人 才得以从命案中彻底脱身 可当艾迪返回公司 准备掏出外套里的药片时 东西却不翼而飞 这下艾迪傻眼了 肯定是过手过衣服的律师偷偷拿走了 自己的药效就快要没了 这时早就等不及的放高利贷人带着一众小帝 锯开了固若金汤的公寓门 闯了进来 逼问艾迪药片的来源 还嘲笑对方不会误尽其用 直接注射到血液里 持续时间将会更长 眼看艾迪如此嘴硬 就打算给他上机型 虽然艾迪现在的意识极其恍惚 但他还是瞅准时机 偷偷藏起小刀 趁对方一个不注意 对他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 不一会儿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艾迪也得以喝了掺有药物的血液 才能成功反杀他的另外两个手下 另一边躺在ICU汉客公司的创始人 也寿终正寝 艾迪马不停蹄地过去策反了之前的神秘人 帮助他从律师手里抢回了药片 这次的并购项目最终也圆满完成 一年之后 艾迪摇身一变成为了某一党派的参议员 背后资方无数 就等着他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天 可这时办公室来了一位老朋友卡尔 此次前来并不是向他道喜 而是过来亲自下了一封暂帖 他其实早就知道艾迪是服用药物才有今天的成就 于是几个月前买下了背后的药企公司 并于今早悄悄关闭了艾迪的实验室 断了他的药物支持 只要他还想有源源不断的补给 就必须听令于自己的调遣 可这番挑衅让心高气傲的艾迪不屑一顾 高智商的自己早就留下了别处的实验室当后手 况且卡尔现在年事已高 又有心脏病 指不定哪天出了什么意外就撒手人寰了 还不如趁早退休 还能安度晚年 把这个世界让给艾迪这一代年轻人们 面对艾迪如此这般强硬的态度与威胁 卡尔只好上课灰溜溜的走了 艾迪也得以准备去中餐厅与女友共进晚餐 艾迪会保护你的衣服 可是我没保护我的安装住 what